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来到了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中医学院 也很荣幸的见到了我们的Chairman James Zhang 张学峰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大西洋中医学院的校长 傅迪先生副校长 我们也知道大西洋中医学院在美国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也是在美国东部唯一的一所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中医学院 那么作为海外留学的歧视链的顶端 了解一下是不是甘请的条件很高 可不可以请两位董事长和校长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美国大西洋中医学院的董事长张学峰 剑次长 我们学校呢 我们已经在美国有30多年的历史 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说 我们是美国东部唯一所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大中医学院 我们大西洋中医学院的主要在美国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传播中医文化 以及来向美国本土教授和我们的中医知识 扩大我们中医在美国的勉强力 目前来说 针究中医在美国的逐游社会已经逐步得到的认可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大会很重要的作用 准备在中国面向各个中医学院 包括大专都可以申请到我们学校的硕士研究生 或者说博士这样学位的申请 我们是很乐意 也希望有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这些留学生 加入我们 共同来实现我们中医文化 在世界范围里的发言广大 好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